好忙著賺錢呢也不要忘記家中的老父母親們 好這是呢因摩托車特技而聞名亞洲的陳雙全 近年來呢是退掉了所有的演出工作 他轉而是在家陪伴高齡的父母親 他每個禮拜呢還會煮一次牛肉麵 來幫他們補充營養 陳雙全說呢能陪在父母身旁是最真實也最實在的行動 更希望這份孝心父母親能感受得到 家住桃園縣的亞洲車神陳雙全三個月前 突然推掉所有的演出邀約 每周為高齡的父母親手煮一次牛肉麵 他表示父母健康亮紅燈就該放下事業 陪在父母的身邊才實在 有時候有時候遺憾有時候怎麼孝順孝順 我說你買再多好的東西 你在他外面吃再大的大餐 可是當父母親生病的時候你能在他身邊 我覺得這種進這種心比較是真實的 對 然後他現在身體不好 你能夠花點時間 然後把自己的事業停下來 然後自己親手煮給他 陳雙全55歲 20年前就以摩托車特技聞名 但和少人知道他廚藝也很了得 35年前因父親的堅持 開過牛肉麵小餐館 經營8年才收攤 為了讓父母親吃到最營養的牛肉麵 光是燉牛肉就要花6個小時 用豬大骨熬高湯也要20個小時 燉給父母親吃就是那個汁就是很濃很濃的 然後給他們吃的很營養 然後就是營養吧 然後量少 所以說為什麼要這樣子燉就吃這樣子 那是骨頭湯也是這麼多大骨 就是燉這麼一點點湯而已 他的牛肉麵味道怎麼樣 很好吃 比麥的還好 就肉都咬得斷嗎 咬得斷 很好咬 陳雙全的母親已經92歲 直呼二字族的牛肉麵真好吃 兒子的孝心從麵裡就感受得到 聯合報 楊德宜 桃園報導